我说为念佛功德最大 注意了 这也是别具慧言 说出来 印主的有些弟子 有时候想禀告 哎呀 家里有些什么事 想做水路法会 来问印主行不行 印主常常都劝他 不要做水路法会 好好念佛 但是现在众生呢 他喜欢热闹啊 喜欢复杂啊 喜欢搞这些东西啊 内谈外谈又送什么又弄什么 他认为这很不错 于是就有这方面的团队 专业团队来做这个 你做这些超度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这要发大菩提心的人啊 这要持戒很惊严的人啊 如果是一个以金灿佛事为生的一个团队 来做这些佛事 效果怎么样 你想想就可想了之 倒不如自成念佛 回向效果更好 你做那些 你做那些念那个金 念得飞快 你自己都也跟不上 可能 都 都一些做金灿佛做得很 很老年 念念念它 跳过去一段跟你念 跳过一段跟你念 这些种种情况都有的 那么做金灿的 如果他不要真心地去做 最后他到下场也不是 很好的 这个莲茨大师在诸窗神笔 讲一个公案 说这个地狱里面有一个很黑暗的地狱 里面是些什么 僧人在那里 都是做金灿的 做金灿他在那里怎么样呢 常常有 很长时间会有到亮光过来 像闪电一样的 这些在黑暗当中的僧人 就在那里 赶紧利用这个亮光 赶紧再诵金 再念 再来了 再诵 为什么 就是做金灿的事 他跳过去 没有跟人家念 你就在地狱里面补吧 补完了才能出来 讲这么一个公案 所以这种事情 真的 这个印竹说 为念佛功德最大 这也是肺腑之念 你应该相信 你 请那些有戒恨 有正念的深重 来念佛 则第一大 就不要去花那些冤枉钱 这些有正念的深重念 你也跟着念 你亲属之间感应 天性相关 如果念得很快的金 你跟不上 但念六字弘明 你都能跟得上吗 历历分明吗 所以功德最大 那么这种事情 我看印竹处处说 弘毅律师也很赞叹 也提倡 做种种佛事就念佛 但真正把它落实下来的 不是太多 我们希望能够落实下来 这句佛号 成佛都有余数 何况其他 成佛都有余 那些消灾 盐寿 贱王 种种的这种利益 也都能在念佛当中得到 这是万德鸿鸣吗 这是阿切陀要吗 大家要有信心 为念佛功德大 好 请看下面 念佛之人 当吃长树 如或不能 当吃六灾 或十灾 由 渐渐 以至 永断 方为 何礼 虽未 断荤 以 买 馅肉 勿在 家中 杀身 以 家中 常愿 吉祥 若日日杀身 其家 变成 沙场 沙场 乃 怨鬼 聚会 之处 祢 其不吉祥 也大意 其不吉祥 也大意 事宜 切戒 家中 杀身也 好 这是第六段 辞心 不杀 辞树 念佛 这几句 这一段 开示 很 平淡 但是 实行起来 却不是很容易 印竹在一生的红化当中 他很痛心地看到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很多修行学佛的人 他懂得很多 然而行动上跟不上 所以很多事情都在口头上做活迹 空度了一生 佛法 它是要实践的 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 你有一份实践 就能开发一份智慧 对峙一种烦恼 那么念佛之人 要吃常数 为什么要吃常数呢 由于念佛一法 是大进佛法 修菩萨道 原成佛果 那么成佛的种子是什么呢 是慈悲心 大慈悲心 所以本座慈悲心的因缘 我们要吃常数 不能伤害众生 所以它是为了宗教的目的 慈悲心的培植 要思维到 一切海陆空 冤飞轮动的众生 它都有佛性 跟我们是行输体不输 行体上面不一样 但体性是一样的 它也同样的 有佛性 现在的这种基因遗传学 也都发现 这些动物的基因 跟人的基因 没有多少差异 那么 第二要思维到 这些众生 飞轻走速 他多生多劫 曾经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 夫妻 朋友 我们跟他是这样 父为父母子女的关系 我们怎么能吃他 他这些动物 是由于一念的无名 造作足多的恶业 堕落到 这一道里面去的 我们 现在 得人生 是借助 叙事的 危善 借地 得人生了 我们的生命形态 比他高 我们就有责任 有义务 保护他 不能以强凌弱 奉行动物界的准则 所以我们要吃素 一般我们讲放生 放生 它只是通过这种形态 传达慈悲心 治标的方法 根本的方法 是吃素 吃素 就是不放之大放 你吃素了 不吃这些肉了 这些屠夫 猎人 这些屠宅场 他自然没有这个市场 没有这个需要 他就不去捕捉 不去屠杀 如果你还在吃肉 他就有这种需要 他必然会捕捉的 必然要屠杀的 所以社会上有些屠夫 他是宰猪为孽 这是一门职业 他能够赚钱养家 古人这些屠夫 还信典因果 他往往在杀猪之前 按着猪 扯着猪的耳道 要说四句话 跟着猪说 说猪啊猪啊 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 我不杀 你像吃肉的人去要债 他说完之后就杀 你不要像我要债 自由他要吃 我没办法 我杀了 你像吃肉的人 那么这里面 他的责任也推卸不条 杀猪的和吃肉的都有责任 都要共同承担杀生的责任 今生你作为人杀了这条猪 这条猪的树捏报完了 下辈子他可能转为人道了 那你今生的人造孽多了 你下辈子就变为猪了 于是变为人的猪 又杀这个变为猪的人 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啊 生生世世相互残杀 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今生我们就要断除 这种杀业的恶性循环 不再去杀他了 而且这个世间的战乱 都是由于杀生导致的 有时候一个地方出现一个政变 战场 这批人无缘无故的就死去 似乎是偶然的 但里面是有原因的 一个人要杀另外一个人 他是莫名其妙 见到他就起杀心 这是有杀业在心里的作用 如果一个吃长寿的人 他没有杀业 那就是碰到这些恶兽 猛虫 碰到那些士兵 他都会对他起善心 不会去杀害他 所以这也是恶业相互感应 你没有恶业 他就不会遭遇这个 虽然是在战乱当中 共业里面也有别业 所以这样 我们保护其他的生命 不去杀他 不去吃他 实际上最终是保护自己 那么吃素 这一点就包含着深刻的学问 宇宙人生的这种和谐 幸福的根源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随着环境的污染 还有个生态的失衡 各种地球的生物 急剧的减少 生物它是构成一个生物链的 是相依共成的 如果生物链里面 急剧的减少了很多物种 对人类绝对是不利的 现在我们的瘟疫很多 原来的病菌呢 是在那些森林里面的动物身上 所寄存的 它是跟那些动物 在几千年几万年的流变过程当中 已经是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关系 那些动物对一些病菌有抵抗性 对它不产生伤害 但如果人类把这些动物都杀死了 你也觉得你吃掉了它了 那么这个物种一断绝 原来既存在它身上的病菌 就会转移到人身上来 那么转移到人身上 现在真的由于众生的这种杀业太重 就是贪图口服 现在真是什么都敢吃 什么都敢吃 有时候婴儿都敢吃 说是大补 这个地球上的物种需要我们保护 保护物种就是保护了人类 我们吃素要在行为上控制自己 更重要是在心态上把这种贪图 口服之欲的这个心把它断除 如果不断除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有很多修行人 他修行了一辈子 就是吃素 等到他灵命忠实的时候 他不行了 他要吃鸡 他要吃肉 而且这个念头非常强烈 你不满足它 它还不行 这都是捏涨线钱 这说明他贪图口服的欲心 还没有断 潜藏在内心 所以我们要通过吃长素 把这个慈悲心真正的这个种子 把它培植出来 一个吃长素的人 他整个的生命品质 心理品质 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提升 我们在座的周围学佛的人 可能都有经历 原来吃肉 是觉得营养丰富 很鲜美 但是吃肉之后 什么感觉呢 这个头脑不清醒 疾病很多 脾气暴躁 欲望很重 因为你吃什么像什么 你吃了狗肉 就有狗性就进去了 你吃了牛肉 这个牛性就出去了 进去了 如果一辈子都吃 吃了很多猪 牛 鸡 鸭 你想想 虽然是一个人 但所有的肉都是 都是动物的肉 他下辈子会到哪去 他感应到哪一道里面去 那不需要问人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 不能吃素 不能念佛人 他有时候叫瘦性发作 他吃了这么多 身体 心理都是充满着这种 飞青走速的性质 他就不讲道理 这种不讲道理 他就是秤狠性很大 这种世间的争端 战争就由此爆发 以后就演变为刀兵结 那么持素的人 你想 他就很平和 他清心就寡欲 寡欲就能开发智慧 多欲就会昏乱 所以以这个清心寡欲的心 来诵经 来念佛 他也就了解 如来真实意 吃荤的人 昏头昏脑 他看这些佛经 圣人的东西 他都看不懂 如看天书 那么一个持素的人 他随着清心寡欲之后 他这种生活的消费的需求 他就会下降 这一下降 他就会觉得生存的压力 不会太大 持素这一点 就是他整个的生活 全方位 改善了 放松了 解脱了很多烦恼 这个时代 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 各国家都在提倡 节约 中国大陆也提倡 节约型社会 我想国外 西方国家也感觉到 整个人类的资源 越来越匮乏 是需要这个地球全人类 来解决资源的 如果都是高消费的去 用这个资源 地球资源有限 人的欲望无穷 当资源越来越匮乏的时候 众生就苦了 为了争夺这个资源 必然会引发战争 所以能够从持常数这一点来看 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长治久安 对于世界的和平 都有不可估量的 正面价值 所以这个吃常数这一点 实际上是佛教贡献给全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吃常数 要为这个世间人以身作则 吃常数 足复欢喜 农天拥富 你天天大鱼大肉吃 这个善神都会离开我们 尤其有时候吃得太残忍了 我们都不敢看 吃火锅啊 那都吃活物 海陆空啊 火锅都要吃活的 那个鱼上来 那个鱼尾巴还在跳啊 他认为这是美味佳肴啊 你说能吃得下去吗 但我们本人在这说我也很惭愧 没有学佛之前也在吃这些 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好吃 很奇怪会改变 原来吃肉的时候就觉得肉很鲜美 等到真正是吃素之后 再去重新闻那个味道 原来那个味道非常臭啊 那臭不可闻啊 这时候就会想原来为什么 我还觉得那很香美呢 现在为什么感觉这么臭呢 这么臭的东西别说我花钱买 你送给我我也不要啊 原来我们的心转化了 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改变 那么我们认为这些肉很臭 说明我们通过吃素念佛 我们有一点清净心 用我们清净心反观 原来那是污秽不堪的 所以吃长素是念佛行人的一个原则 但印竹也很慈悲 如果一个人真的不能吃长素呢 确实有很多人他吃长素是很困难的 他已经吃贯肉了 有很多人不吃肉就不能吃饭了 不能下饭 再加上受世界的一些观念的影响 现在很多观念说 你不吃肉你就营养不丰富 营养不良 他如果接受这个观念 他真的感觉到吃素没劲 乏力 所以这都是自己的念头决定的 如果这念头克服不了 真的是吃不掉长素 那就循序渐进 从六灾日或十灾日开始 六灾日是初八十五 十四十五二十三 二十九三十 这为十灾日 这为六灾 为什么叫六灾日呢 这是四天王和四天王的太子 在这六天要寻视南颜佛提 观察世间人的善恶情况 要上报给第十天 第十天根据世人的这些善恶的情况 会对他的命运有一个加减 所以这六灾日要尽量的多行善 多修行 对我们的福德智慧有好处 那么十灾日是加上初一 十八二十四二十八 这又叫十灾日 如果是越小呢 就往前推一天 就不是三十 就是二九二八 这样子 这是十灾和六灾 那么还有一年有三个灾月 这些都是佛教的常识了 而且对我们是很有作用的 真月 五月 九月 这个三灾月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刀里天王 那个宫殿里面 有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是旋转 虚弥山旋转的 那么这样到了真月五月 九月的时候 这面镜子正好对着我们南颜佛体 于是南颜佛体众生的一举一动 行为都在那面镜子当中 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 所以这三灾月要持常数 要做种种的功德 祖师大德也开始 就是一般的居士 他在家这种过夫妻生活 也尽可能避免这些 灾日和灾月为好 所以记住这些日子 是有必要的 那么这就叫循序渐进 渐渐地减少 如果你从六灾日 十灾日开始吃 从三灾月开始吃 你上了轨道 慢慢地离开那些肉 肉的香美的味道 对这个素食 感觉到它很好 你一吃素食 这个身心就很清安 如果有什么肠胃问题 这些都能够吃素解决 尤其是吃素有利于健康 因为素菜啊 它是光合反应 这个接受阳光的照 是时间最长 最有能量的 热量的 反而那些肉都是那些 很阴暗的东西 那个猪天天是在一个 很阴暗的地方长大的 再加上现代这个时代 猪已经不像原来的 传统社会猪 它里面加了很多添加剂 急速 这种抗生素 还有一种 现在由于众生喜欢吃瘦肉 它会加种瘦肉筋 这个瘦肉筋都是有毒的 老人吃的会增加关心病 青少年吃的 视网膜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上次我碰到一个专门搞 猪飼料的一个企业家 我就问你们这飼料 加了没加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办法 尽管我是学佛的也没办法 要加呀 现在人口这么多 大家要吃啊 原来一头猪十个月长成 现在一头猪要四个月就要长成 就要吃啊 你看看 病虫口入啊 这个猪里面肉里面 多少毒素都被我们吃进去了 而且在杀猪宰羊的时候 那种猪的挣扎愤怒 憧恨就分泌成毒素 也在肉里面 现在还有种更残酷的是什么 那些杀猪杀狗杀鸡都不避开 让那些其他的猪啊狗啊 看到杀的场面 他就更那个了 更恐惧更害怕 分泌的毒素更多 所以经典当中讲 这个时代是饮苦食毒的时代 那是真实不虚的 现在吃鱼 也不安全啊 江河琥珀 海水都被污染 很多各国家发展的核技术 那个核废料都向大海倾泻 那么大海里面就有很多水足的鱼虾 这些鱼虾就会 这层核废料的辐射就在鱼虾上 鱼虾被人打捞上来吃 一吃就吃到人身 人的身体里面 所以现在为什么众生的怪病越来越多 有很多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所以生态环境的恶化 是导致我们众生疾病 这种猛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括现在的那些 这种磁场的辐射线 都是非常有害的 现在我们天天听MP3MP4 这对耳根的损害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渐渐地达到永断 当然这个时代就是蔬菜也有毒 它浓腰化肥 但是相比较肉来说 它好处理 你多浸泡一下 会好得多 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 才是敬业型人正当的饮食方式 才是合理化的饮食方式 这种饮食方式会作用在我们全方位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消费观念 消费观念会下降 如果我们地球的每个人消费程度都在下降 就直接地使我们地球健康 持续发展重大的原因 如果大家都是高消费 欲望非常高 我们这个地球真是不堪众和 地球作为对我们有恩德的父母 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生存的需要 但是满足不了人的贪欲 我们现在的贪欲太强了 欲喝难甜 所以一个佛教徒要以身作则 奉行一种合理化的生活方式 不追求高消费 不追求奢侈的生活 要把西福节俭的佛教传统 能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就合理 寻求合理的合理化 合理化也是文明的一种重要的要素 好 这是逐步的循序渐进 如果循序渐进它还不能解决问题 非要吃肉 那就等而下之 你就不要在家里杀 你就买现成的 你在家里总希望家里吉祥嘛 如果天天在家里杀羊 宰猪 杀鸡 你这家就成了屠宰场了 一个屠宰场它就是一些冤鬼聚会的地方 这些冤鬼都到了你家了 那你家里就不安了 容易生病了 容易倒霉了 一切吉祥气氛都没有了 所以其不吉祥也大意 我想每个家都希望五福临门啊 都希望吉祥奴役啊 你现在有这样良好的愿望 却行为上跟这个愿望背道而驰 这不是愚痴吗 所以在这里就要千万不要在家里杀生 所以这一段你看印竹的开示 也都是对机而说 上跟利器你当下就断吃长素 中跟你就渐渐以至永断 下跟去它离不开肉 离不开肉你就至少不要在家里杀生 那这种开示就是非常灵活有空间的 不是那么刚硬的 你非得吃素不可 你不吃素就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那只能对一部分人有这高要求 很多中下根基他就吃不了素 烦恼袭击特别重 这怎么办呢 那也要对他有一些寻寻善诱的方法 我们看印竹这些开示 我们也在学印竹教化众生的方法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如病人生前半信半疑阿弥陀佛 能带他往生西方吗 当他死后 子女其中一人 请了法师为他归一三宝 他能代耶往生吗 病人生前半信半疑 那当你说半信半疑的话 那可能他就多疑扫兴了 他没有自成信愿辞明 他是很难往生的 我们看到无量寿经里面讲编地一层 有这么一种情况 编地一层是中辈和下辈都有编地一层 是有一个人 念佛行人 曾经信愿辞明一作业的时间 然后他就中途后悔了 退转了 就不相信了 甚至连上海因果报应都不相信了 但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不相信 虽然有很大的疑心退转 但是他还能够念念佛号 就这样的众生到灵命中时 他的恶业献前 按他自身的因果要下三个道的 然而就是由于他有过一周月念佛的功夫 阿弥陀佛这时候在帮他的忙 以微神愿力在梦中视线 让他看到 这时候他看到之后 哎呀 还真的有阿弥陀佛 真的有极乐世界 这时候他就生起了一念 忏悔的心 如果我当时没有退转 该多好啊 现在我继续念吧 他就接上了原来那样的念佛的功德 他也能往生 这种人往生就是生到边地疑陈 你看你这个病人 有不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他不具备的话 那边地疑陈都没有分 更何况还能够到西方本土 那是不可能的 那死后做追见 做追见呢 如果他的邪见耶王 追求人天福报这些心还不舍去 那么亲其为他做这些 也是作用不大的 也是不可能让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希望三归一佛教 但母亲要求他参加日本 日联中 如此他可以归一吗 那他母亲要求他参加 是他母亲的意志 他自己 有三归 有归一佛教的意识 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他只要发自他内心 要求归一佛门的心 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尽快来归一 否则你得到三归一了 就有佛法身三宝 对你慈悲加幼 就不会受那些外道协众的导引 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十字路口 赶紧归头到 法界常驻 佛法身三宝 慈悲的怀抱 越快越好 大乘说 阿罗汉 正有余涅槃 不生不死 永托轮回 但梅正无余涅槃 此有何分别 然到阿罗汉 还要生死轮回 阿罕经说 罗汉属作以伴 不受后有 阿罗汉是小乘教 所证到的最高的果位 断见识祸 得人我空 但是 他距离大乘的涅槃 还很遥远 这法华经称为是化城 中间三百游巡 到达的一座化城 那么还要向前走 五百游巡 那个地方 才是佛果的地方 这是比喻 所以正到阿罗汉果的人 那么十方诸佛会去寻寻善诱 不要让他成为定性 定性声闻 定性声闻 他就是取证偏证涅槃 堕无微坑 饮三百九 这样就是顿阿罗汉 这种顿阿罗汉 如果取证的话 在大乘佛法 就成为交涯败种 交涯败种 就永远不能发菩提心 永远不能成佛 所以大乘佛法 看这个顿阿罗汉 那是宁可下地狱 也不能正 偏证涅槃 因为下地狱 你出来还能够发菩提心 修菩萨道成佛 如果你取证偏证涅槃 成为交涯败种 就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 所以祖佛都会殷勤劝勉 祂肥小秤心向大秤心 法法会上 就是开全显时 会三归一 以一称法来度众生 这些像舍利佛 大摩坚列 摩河迦舍 这些闻到大称法 他奔喜交集 得未成有 他们就会发起求佛果的心 所以没有说他能生死能毁 他离开三界的生死轮回 如果他不往生西方极多世界 他在这个世间也可以回小向大 继续修菩萨道 经过三大阿尊几节 如果他有一个去住 在十方世界有一个方便有余途 这是阿罗汉所住的地方 所以这跟阿罕经说的 罗汉所作一半不受后有 这不矛盾 他所作一半 确实他修戒定会 九次的定 他已经成就了 不再在这个三界六道轮转了 没有这样的轮回的中阴神了 但一定要继续求大乘佛法 如果这些阿罗汉 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快速地圆成大乘的佛部 第二 师父曾说往生后 往昔一切恶意不再匕首 一切由阿弥陀佛承担 此不是违背因果论 往昔禅师误说不落因果 而受五百事复生 此是否有同此之忧 因为我们也学师父向人说法 好 我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昔的恶意 由阿弥陀佛承担 这个不是我在这说 是有圣言量的依据 也有祖师大德的原则立场 这个净土义法 它是一个特别法门 它跟通土佛法的因果法则 有它很大的不同 那么通土佛法是修因证果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断一份获就证一份真 它是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次第 那么念佛义法 它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 是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到的果实 它恩赐给我们 那我们接纳 作为我们修行的因心 这修行因心一旦接纳之后 是把阿弥陀佛全体的果实 全都接纳过来 接纳过来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是有恶意 这个恶意就作为阿奈耶斯的种子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有种子 但是没有缘呢 它就不会起线形 因为任何的恶意的 它的表现形态 它的种子线形 一定要因缘和合 你光有种子 没有这个缘 它是不会起线形的 比如这个种子 它是可以生根开花结果 但是这个种子是要长在地上 你不准在地上 有土地 阳光 雨露 这些缘它才长出来 你这个种子如果放在桌子上 它没有土地 没有阳光 它就长不出来 虽然它里面有这种 长出和苗的这种功能 但是没有缘它出不来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这样 我们虽然有恶意的种子 但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点让我们恶意 种子起线形的任何条件 所以它就不起线形 不起线形就阿弥陀佛慈悲光明 引发我们阿赖耶斯的善种子 这个善种子相续出来 又得弥陀愿力加持 很快就能够破无名显佛性 所以阿赖耶斯的恶意的种子就会枯萎 甚至完全消灭 因为恶意的种子这些种子也是虚妄 心产生的虚妄法 如果我们的十项般若心起来了 这个就像搞日升空 这些罪孽如双路就完全消失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由阿弥陀佛承担 是具体表述 就由阿弥陀佛慈悲愿力 在西方极乐世界 使一切恶意的种子 全部解除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灭障 是这样的因果律 那么我们具体表达 就是往昔的恶意在西方进度 是没有必要去受的 为什么 它永远不起现行 它很快就消灭 是不是 而这个消灭的过程 也不是靠自立 也完全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 你看那个下品下身者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经过六大节 或者十二大节一出来 马上观音世智 就会跟他讲忏罪法 这个忏罪法是说什么忏罪法 十项忏罪法 至于说十项忏罪法 马上这个下品下身众生 罪孽就把它忏罪了 一忏罪就马上发出无上菩提心了 你说他都犯了五宁十恶的 这样的罪孽 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没有他的恶果的接受 更何况我们呢 所以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 你对别人说 完全可以这样说 这跟禅宗的那个野福利 这是百丈禅师吗 说有一天 有一个老人常常来听 结果这老人都有一天就问 他就说原来就是百丈山的主持 在以前有人问法 他答错了一句 就是大修行人 诺布多因果 那么这个老人希望 这个百丈禅师跟他下一语 下一转语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百丈禅师说 你来问 他就来会在那问 大修行人 诺布多因果 百丈禅师跟他回答是 不媚英国 他一听 言下就感悟了 他就告诉百丈禅师 你帮忙 在这个山后面的 哪个山洞里面 你以王生的这样的仪式 来埋葬我 结果一看是个野福利 那么佛教是有英国的法则的 属作涅布王 纵然百千节 他还会受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那种苏婆世界 通途教理当中 强调的这样的一个 英国的法则 这是必须要强调的 那么念佛一法 有超约通途教理英国的一面 这一点就叫妙因妙果 他男性 也就这是男性的内容之一 我们总觉得 照了念必须要受 那么念佛 你只要到西方极度世界 就不必受 要相信这一点 你像人这样去说 不会有错 净土法门 有超约通途的英国的特点 祖师大德 都跟我们做过这样的开示 请慈悲开始 现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六字五音 归香 有汽车的声音 轻松的圣号 可否用在道场共修 或是个人修持用 你这种符号我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那你能不能用佛号 就是能不能射心 能不能念出你对弥陀的乐会情怀 你把这个作为判断的标准 共修念佛分难重念 适应后停下来后 接下来女重念 如此轮流 是否有间断之疑 不符 不符 世智 世智菩萨的纪念相继 如果共修 你这个轮斑念 这是一个方法 你轮斑念呢 你那个念的 在念的那一般在念 你天下的那一般 他也是在念呢 只不过是奢尔地听呢 你的佛号在心里还是不能中断的 所以跟纪念相及并不矛盾 不是说你不念的时候 就坐在那里打妄想 或者到外面正好念完了 我坐在这里到外面去散散步 看看行人 这你就是间断了 那么在一个共修的佛道场 念佛的这段时间 一上午或者一整天 或者七天 他都是在念佛 那只是说有的在初始念 有的在心里默念 心里耳朵在听这个佛号 佛号都不要中断 那么如果是一般结缘性的念佛 可以男女众在一起修 但如果是精进念佛的话 我们是建议男女众分开的 男众念男众的 女众念女众的 因为男众和女众的声音不一样 这不一样的一点 他都会在你念得越清净的时候 这种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些 不好的念头出来 为了清净故 一般我们在东宁寺打佛期 都是男女众分开 比丘专门有个地方念 这个女居士他也念 因为女众他的发音器官 他各方面跟男众是有区别的 女众一般他的声音比较高 比较尖 气比较短一点会比较快 那么男众呢 一般比较低沉一点 长一点浑厚一点 如果是短时间 好像显不出差异 长时间念 这种生理上的差异 一定会在声音上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你搞得不好呢 还会形成男女二重唱的歌曲 这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条件 分开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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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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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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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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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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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